孫保密 国家经纪 及柱家经纪 国家经纪 华华俊 不惨烈的 永远应该当张眼 不看见这麻烦了 事情是不好看的 最好也不要到清晰 在二三十年前 人们意识到上海有河 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 中型的犬科动物 正好是在狼和狐狸之间 就在最近的三五年的时间里 河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能力的提升 它从上海西南的一个很小的区域 迅速地向城市的更多地方去扩张 城市动物学习能力都特别强 我只要追着人走 我就能从人那儿得到食物 所以当他们对人产生依赖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面的河的数量 可能会从正常的十只左右 突然激增到七八十只 多样性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 那既然你是一个做多样性研究的团队 可能意识到人的情绪 人心也是多样性的 可能是对我们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数量可以有 但不要这么太过于多了 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谢谢 谢谢 希望通过生物多样性的建设 让市民觉得城市更美更好看 同时也能够让动物在这个地方 生活得更安全更长远 欢迎订阅 %&%%&%&%&% 感谢观看